用手語歌曲感恩義德 爸爸媽媽的照顧 醫院在歲末前舉辦感恩會 慈濟職工不為寒冬 從各地過來參與 關愛知情同仁都點滴在心 因為疫情的因素 以感恩會代替過去的餐會 一早同仁就到廚房準備蠟巴粥 也提前手作抱枕作為禮物 希望能夠溫暖志工們的手語心 溫馨的場面 讓義德爸爸媽媽相當感動 感動我們 無論如何 只要我一口氣在 我一定要好好的來當 這個醫院的義德媽媽來首富 為了感恩大家多年的付出 醫院特別製作十五週年 十週年和五週年的 志工獎牌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持續陪伴 再幫助更多的人 大愛新聞 黃線郭家旭 台北新電報導 而慈濟人文職業中心在前